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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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华策影视公司当选第一这一说法还是有所依据可言 在这两年 热巴同五类合作拍摄的影视剧长歌行 新戏玉交际皆都由华策出品 热巴也是受到投资方越多青睐 双方交集也是越发明显 而简单介绍下 华策影视所拥有市场资源与影响 远远超过圈内任何一家 该公司名下也是诸多顶流艺人聚集一堂 如张宇剑 吴倩 宋颜飞 胡亦添 余添 余淑星等明星艺人 严格意义上讲算是圈内影视剧第一股 热巴或是加入其中 演艺事业也自然会被提升至更高阶层 再有网上其他吃瓜群众们 发文的所谓热巴是否会与他的老冬家杨幂成为竞争对手 从不同利益上讲 这本就不可避免 国内也仅有一个演艺圈 市场竞争与交流也总会存在 热巴自身优势也并不逊色于杨幂多少 另一方面 每位演员的处境是基本一致的 在新人不断涌入的今天 不进则退 这是所有艺员们的同一共识 追求更高的提升空间 才能在圈内站稳脚跟 这与职场生存界为同一道理 当然 以上这一切 均都是网友们一方猜测 对于热巴是否将会离开佳行 本尊依旧默不作声 佳行更是未曾做出回应 相反 近期热巴同黄景瑜的绯闻恋情 再次博得网友关注 爆料人更实晒出诸多猛料 想来这对绯闻恋人 有着许多让粉丝吃不完的瓜 优优独播剧场——